美国重炮手莱华挑战 结果被中国小将一记重拳击倒 瞬间躺尸擂台 出场的这位正是来自美国的维吉尔 职业战绩14胜5负10次KO KO率高达80% 征战过Bellator、KSW等著名格斗赛事 均留下了奇彪汉的身影 对手是来自中国的小将修鹏成 修鹏成从小在武校开始练习散打 获得了全国散打冠军 背台上打法十分凶悍 他的重拳极具杀伤力 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大级别选手 比赛开始后 修鹏成率先一记正登击中 将对手打了一个亮枪 修鹏成剑撞成胜追击 主动的地压制上前 对手逼到维神边 突然打出一记高扫接后手摆拳 被对手躲开后紧跟摆拳反击 将其成功击退 维吉尔剑撞压上去 使出一记低扫进攻 随着比赛的进行 两人的打法也是非常猛 维吉尔抡出后手摆进攻 对手则是后撤躲闪 修鹏成不甘示弱 压上去又是高扫上头 紧接着一记摆拳进攻 维吉尔无奈搂抱缓解 还在搂抱过程中使出上勾拳击打 修鹏成推开对手用顶期反击 这时修鹏成不停地向前逼近 使出一记后手拳 被对手躲开之后 修鹏成抓住机会 再次后手拳击中面门 啪的一声对手贪软倒地 裁判健壮上前进行堵秒 起身过后 修鹏成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压上去又是后手拳打中 维吉尔瞬间愣住 直接啪的一声扑倒在地 裁判健壮也是立刻终止比赛 最终 修鹏成用重拳KO对手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中国功夫世界一流 中国力量无人可打 为霸气十足的山东硬汉修鹏成点赞 关注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